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要去执行 要接受洗脚礼 要怎么样做呢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有讲 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第13章 第10节 耶稣说 凡洗过脚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用洗脚跟洗脚来比喻洗礼跟洗脚礼 以前的人 他们是去河边洗澡的 那河边洗完澡之后 还要走一段泥巴路 因为穿着凉鞋 那个脚还有点脏 所以他们到进到屋子里面 还要把脚洗一洗 那个全身就干净了 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 有关于一个人接受了饱雪的大水洗礼之后 那马上要接受洗脚礼 就好像当时的人去河边洗完澡了 回到家再把脚洗一洗 今天在耶稣教会按照圣经要去活水的江河 执行洗礼 把脚洗去 这个洗礼的地方可能是河 海 江 西 流动的活水 奉主耶稣圣明 在水里面有足的饱雪 把我们的脚洗干净了 但是我们要马上回到家 马上回到会堂 然后在会堂里面 奉主耶稣的圣明 再替新受洗的来洗脚礼 但在某一些紧迫的状况 那在河边 在沙滩旁边 也是可以马上替新受洗的来洗脚 所以 通常洗礼跟洗脚礼 是连在齐来执行的 你也可以把两个圣明看在同一个状态之下 同一天之内执行 所以 这也可以解释啊 为什么 在四福音里面 除了约安福音第十三章里面 没有记载其他地方有门徒接受洗脚 其他地方只有记载 比如说 使徒行说第二章 一天有三千人受洗 他们没有说三千人洗脚 但是按照耶稣的教训 门徒一定会这样去做 这是有洗礼的地方 一定也马上会执行洗脚礼 所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在使徒行传里面 没有记载说有个别的独立的说 今天有多少人接受了洗脚礼 因为通常都是跟洗礼一起的进行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圣灵 虽然它也可以分成两个 我们所以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提示 所以 像这里读到圣经 门徒一天受洗三千人 一天加了五千人 肯定他们当天也有接受洗脚礼 因为是主耶稣吩咐的 所以 约翰福音十三章 第十五节所说的 我给你们做了榜让 叫你们照 叫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 军书向门徒洗了脚 让他们与主有份 所以 门徒到处传福音 也一定要这样做 在初代的教会历史里面 的确有教会替新受洗的信徒来洗脚 进行洗脚礼 只是后来 教会变死了 圣灵离开 教会变死 道理偏差 改变 慢慢就把洗脚礼废弃去了 但是 最原始的 史多时代的教会 最纯正的真理 他们所执行的 就是耶稣所吩咐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本着对主耶稣话语的忠诚 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相信的 介绍洗礼的 还要介绍洗脚礼 让他们与主有份 朋友们 你有没有介绍主耶稣的洗脚 有没有已经与主有份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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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